这是芯片 这也是芯片 这还是芯片 这个四十方方的芯片 这部的引脚 那么哪个引脚才是它的第一引脚呢 大家好我是关头吉店 今天给朋友修了几块线路板 今天修的线路板上面的芯片比较多 就顺便和大家讲一讲 这个芯片的标记方式 怎样区分它的第一个引脚 因为芯片的标记方式有多种 一般出来还是有一定的规律 比如像这一款 常见的电源管理芯片3845 像这种芯片 我们先找到它的缺口 当这个缺口朝主时 那么这个芯片的 第一脚 位于它的主下脚 然后从第一脚开始 逆时针方向数 2345678 这款芯片呢 是Fidipo的一款当面积 这是背面 四十方方 它的引脚更多 大家看这款芯片 它除了有 适应字母之外 没有其他一些明显的标示 那么 我们如何去判断它的第一脚 以及它的引脚定义呢 其实大家仔细看 这个四十方方的芯片 在它的主上脚 这个脚有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呢 是特意留下的 那么在这个缺口下面的这个脚 就是第一脚 其他的引脚定义 就根据历史性方向走 我放个方向大家就看得清楚 这个脚被切掉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芯片 这个芯片的引脚更多 这个芯片边面 这里有一个点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点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点 大家注意啊 像这个芯片一样 它上面有四个大点 然后一个小点 这几个大点 也就是那几个大圆圈了 就这个芯片在封装的时候 脱模设计引起的 所以判断它的 第一脚 我们只能找它的这个小点 小圆圈 这个第一脚 就在这个小圆圈的 下面 或者左边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上面没有圆圈 也没有 切脚 更没有缺口 但是 在它的背面 这个地方有一条色带 这个色带是实行上去的 当这个色带放在左边的时候 那么 在这个色带的 左下角这个脚 就是它的第一脚 然后再根据历史方向上 第一脚 第二脚 第三脚 这样走 对不对 如果这个芯片上面 没有缺口 没有圆点 没有导脚 也没有色带 那么 我们就看这个芯片上面的 实行字母 当芯片上面的实行字母 正面朝自己的时候 左下角的这个脚 就是它的第一脚 所以说 芯片的标记方式有多种 但是呢 它总有一些惯例可循的 换句话说 你在一个位置的芯片上面 你看到这些标识 你就可以用它来 确定它的芯片的第一脚 一个小点 一个二槽 也就是说它一个缺口 然后或者一个导脚 一个条纹 或者字母 等等 都可以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请点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